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 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很漂亮 我覺得她的衣服 剛才她一來到我已經覺得非常漂亮 我們的錶當然漂亮 因為這次我們的活動 主要是給大家看我們的漂亮的錶 還有我自己覺得近年我和手錶是有點淵源的 因為我接下來的音樂會 都有一些主題贊助都是和手錶有關 而今天其實也是在場 所以我覺得好像是一個提示 叫我人生去到這個歲數是時候要留意一下的 我就是明年30歲 最近也有一個想法 就是不如30歲買一隻錶送給自己 記錄自己去到30歲 還有也希望可以買到一些可以保存到很久 到時就送給女兒 不如做馬主 做馬主嗎 我想這個 我暫時是完全未想到的 我想你先臭女兒 做媽媽 會被女兒騎馬 搬一下他 他有騎我搬馬 遲些我想大一點都會想給他 什麼運動都試一下 最重要是他大膽 很害怕 是 他來進行演唱會 準備 都ok 其實我今早過來之前都籌備 就是在歌單上面去調動 我接下來就11月18日 會和吳林峰在會展開一個show 這個show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是期待已久的 因為和吳林峰合作都頗多 他作歌給我 我唱他的歌 但是好像沒試過有一個occasion 有一個show 可以給觀眾去知道 我們為什麼會熟 為什麼會認識 或者究竟我們這幾年 為什麼會變成了 有一些心靈互通 就是他用他的melody 去寫了一些心聲出來 我覺得在這個show 大家入場就會感受到的 你會不會趁一些聖誕 做一個下一個MV去主角 我剛剛就 私下在邀請中 我剛才都說找我 我很少拍MV 然後又知道他剛剛有拍戲 不如試一下我們大家互相演戲玩一下 原來他的戲的導演 之前幫我拍MV 這個世界真的很小 所以我覺得好像 又是一些緣份的安排 有些sign 我覺得這次和他相處很舒服 還有我覺得大家可以一起玩多些不同的東西 會不會做照片 會不會做照片的時候拍MV 我剛剛最近試了 踩進去這個電影圈裡 不打不撞地 其實感覺挺好的 因為有很多陪伴 就是有Joyce 他跟我做情侶的搭檔 有伊健哥哥 他是非常幫忙的 其實我第一次拍電影 怎樣說都是會緊張的 他在現場有教我一些提示 可以怎樣做的時候 你這樣去lead in 你會比較自然 我覺得我沒有預計過的 真的沒有預計過 有很多這些得著 所以是令到我第一次踏入電影圈 這一部是輕鬆的 接下來都希望可以試多些 是好玩的 還有你們是拍喜劇的 可以帶到歡樂給觀眾 都是挺有滿足感的 好像沿路山卡 借票的時候 我們進去之前 可能會早五分鐘進去 然後聽到觀眾笑得很開心 你就會覺得 我們在做一件很好的事 就是帶到歡樂給大家 那他有沒有進去撐一場 我沒有 我們應該互相撐一撐一場 是啊 我都沒看 我都會看的 是啊 因為 他的《心宵宴尾球場》 我的電影就是《心宵宴尾球場》 剛剛上映了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原來 我是人生第一次借票 原來借票是一個 都挺感動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看到那些人 真金白銀來現場去支持 然後你可以很直接地和他們互動 譬如我問他們的問題 甚至我記得有一場 是有一個朋友自己說了 看完之後 他自己得到的道理是什麼 縱然是喜劇 但是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 就是喜劇裡面當中一定是有一些 令你不開心的部分 才能夠成為一套好一點的喜劇 如果不然就會很片面 就是搞笑搞笑搞笑 所以對於我來說 知道觀眾在想什麼 原來是 我甚至覺得是對我們的演藝事業 都會有幫助 知道多一些不同的角度的想法 有激發了一些靈感 寫在那個角落嗎 有 其實近來我的創作 靈感非常之充足 還有我接下來 因為我都會出大碟的 而這隻碟裡面應該 我想有八成的作品 都有自己 要是作曲 要是填詞的部分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我接下來的作品 感恩 感恩 因為自己沒有想過 一齣興喜劇的角色是可以入圍的 通常對於影展的入圍 我都覺得可能是 要一些複雜的情緒 所以很開心 原來別的觀眾 別的地方的觀眾都會喜歡 剛剛去了韓國 對 去韓國也是電影節 亦都是跟觀眾分享香港電影 雖然語言不同 但他們也是很喜歡香港電影 很有研究 所以自己希望可以帶多些去不同的地方 接下來又會去美國 也是電影節 你趁著凌駕三日去韓國 去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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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的 而且真的值得的 我覺得 讓人認識香港的電影 特別是山卡 直接有香港的地方 香港的景色 對 對 我去韓國回來 那兩天 他對我很討厭 之前沒有 但他抱著我 他就咬我 然後抱著我 又咬我這裡 然後疼我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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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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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掛著 應該不關出眼神的 對 他真的很掛了一格 對 對 咬著她不讓她放 不讓她走 會 對 個人分享 這個訪問外的事情 我小時候 因為我第一次去的旅程 就是去紐西蘭去很遠 之後以我媽媽的複術 因為我太小時候不知道 我是差點去到一個位置 要打鎮症劑 所以 我不是想嚇你的 所以就叫聲 是職業病的問題 我都要看一看你 好害怕 我現在 你再想想 可以想想 短短的應該可以的 二次 我們繼續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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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子 非常離意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